猪哥 我爱伦吗 哎呦 这我敬爱的猪哥吗 我们先赛前沟通一下 要碰上怎么办 向你请教请教经验呗 之前也只是 没有太多机会 坐下来 这次让我好好地了解了解你们 好吧 我这有几个问题卡 深度了解呗 不光是我想了解 我这个问题可能也代表了 千千万万的优酷的 女粉丝 你的只有女粉丝吗 男粉丝我也不在乎他本来 我不在乎他那看法 第一个问题 在这场竞争当中 你觉得你能取得第几名 我觉得 这回来吧 肯定就是想 就是马马虎虎拿地了 我觉得 因为 这是众议吗 这是这个节目 这就是灌篮吗 第一季的总冠军 总冠军教头就是我 不好意思 猪哥 你还是 这事你还得刷我的后背 你知道吗 还得刷我的晚背 真的 第一季 这就是灌篮 总决赛 总冠军奖杯 就是我和风格捧起来的 然后 我现在培养的队员 现在好像有七个 还是六个 六七个吧 在CBA打球的已经 所以说我是 大家可能网上现在都 我好叫 冠军教头 你知道吗 就是说培养 CBA球员培养的摇篮 我是 我带着你 在CBA我带着 带着我拿第二是吧 对 我带着拿第二 起码我现在有个底了 我能拿第二 你也认可我能拿第二 是不是 勉强接受吧 我该我问你吧 他说 你会不会特制一点脾气 如果发脾气了 你会怎么办 可能 做队员的时候脾气会多一点 做队员的时候脾气多一点 因为毕竟在场面打敲 有这些对抗 是吧 还有一个特别出名的 一个就是场上的打架事件 大家都觉得我脾气 可能就是挺爆的 你那个不是脾气不好 你那是武功好 但我觉得就是推移以后呢 就是对于这个教练 或者是管理的这个工作 能够考虑更多一点吧 我更希望就是说 队员能够就是去 理解我所说的东西 我只希望我能够表达得 更加清楚 然后去让他 就是做得更好吧 第二个问题 你怎么在网红和球员 能在两个身份之间自由地切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们在 从常规赛开始 从备战常规赛 到既后赛 到最后总决赛 就这一系列 其实对我们的思想 和身体意志 都非常消耗 特别是最后最后 特别是到总决赛最后阶段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的意志品 这是很消耗的 就是我的那时候感觉 就是好难顶啊 就是说每天就是吃饭 训练 然后比赛 回去睡觉 什么都不能干 然后就那种感觉 其实我一个赛季下来以后 我需要一些 干点篮球以外的事 去放松我自己 如果说心态 我一言 我没有来这个节目 去过来 我也不会去碰篮球 其实我不是反对 就是说参加这些 综艺节目 或者是这些 就是场外的活动 但我觉得也要 就是说 不能让自己 就是这样的 我可能会担心这些多一点 就是如果太多的话 其实也会就是说 造成体能 或者是健康的这个恢复 所以我也想就是说 也对大家就是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会有 我们自己的一个 夏天的一个 对于自己身体的管理 对于我们自己身体的 恢复的一个计划 所以没问题 也不用担心 是吧 大概这样 外界说我啊 质疑我啊 或者骂我什么的 其实我都能接受 我都是很赞同他们的想法 那我没打好的话 那我其实自己 也想骂我自己 我觉得是很正常 第三个问题就是 乐啥啊 我看到问题 我觉得有点尴尬 在这个刚结束的 这个CBA联赛里面 你优异的状态 然后输掉了这个总结赛 所以我想也想就是说 问一下你这个 比较尖锐的问题 你觉得你们离 CBA的第二个总冠军 还有多远 我觉得我们啊 我觉得我们每年都有机会 拿总冠军 包括上一年像你说 就是 其实我觉得 常规赛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差距 还是挺大的 但从打了以后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嘛 就是说明年来说 我希望还要去向你们学习 冲击你们的这个冠军 比赛确实今年不像我们 就是赛前大家也好 预测也好 这个广东队轻松的 就是拿冠军了 辽宁队能够 就是走到这个总决赛 能够站在那个 总决赛的这个赛场上面 就已经就是完成任务了 而且你 我就说你的状态 很好啊 就是我说 给我们 真的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难 所以明年 真的 不管是我们也好 然后你们聊天也好 咱们对这几支球队 最有利益的这个竞争对手 所以我也希望你 这就是好好的 怎么样 保持好自己的状态 把自己的身体 好不好 好是好 但是节目主这个问题 呀 给我被伤感了 本来娱乐节目 想开心的来的 结果哭着回去了一会儿 节目主真不太善良 你提起冠军那个事 你看你 没有 你应该这么想 你是第一季的 总冠军教头 我是这个节目 第一季总冠军 但是你一提联赛的话 我就有点伤心了 给我提哭了一会儿 你要训练了 我得训练去了 对啊 你要训练了 我不能再跟他浪费 他总是 可是我现在我的敌人 他一学 他学完练了 我还没练呢 然后他就 今天安完一顿火锅 考虑咱这个 都是非常专业的运动员 只有这个清当锅和番茄锅 辣椒不吃 哎呀 早知道给我和猪来 这个辣锅呀 曾经的专业运动锅 是吧 今天组织的这个火锅局 来对下一赛段比赛进行抽签 四进三比赛将会是四大战队两两对决 而每个战队会分成两只小队 每个战队派出第一只小队进行首战 获胜的队伍进入上半区 由另一小队进行第一第二名对决 首战失败队伍进入下半区 派出另一小队绝出三四名 第四名连同教练 一同淘汰 我想问一下邓罗安 为什么这个赛制要改成 就是说把一个队分成两个队呢 分成两队呢 这样一队一队的打呢 每个人都有上场机会 每个人都有上场机会 你要是一队十三个人 肯定有人上不了场 对 上不了场直接淘汰了 确实对球员不太功夫 给每个人展示的机会 每个人展示一下 但是我也想就是说提出另外一点 对于这个年龄稍微偏大的这个队伍 让七个人去打24分钟 你在疲劳的这个状态上面 然后再继续打的话 很容易就是产生伤病的这个危险 那可不可以就是说年龄最大的这个队呢 增加两个名额 龙哥我只能这么说 你被出过药就居然 这个规则他是给他自己定的 最具杂